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直接可以给它进行解锁 如果现在手机关闭的情况下 它离它有一定的距离 比如说这么远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可以解锁的 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左右手的一个范围 手环是直接给它解锁 如果我把手环长到 比如刚才很远的地方 这个手机需要密码 如果它慢慢的向它移动的时候 移动的时候 就直接解锁 这一点在可插带里面 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实用题 然后就直接说到重点了 关于它的APP 相比老款而言 就是多增加了一个心率 其他的就没有太多的一些改善 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动作 OK 同步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就是APP里面增加了一个心率测试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它好不好用 我现在已经带在手上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OK 这样就测试结束 然后在APP当中 它还有一个相对于老款而不同的功能 就是有一个睡眠监测功能 睡眠监测同时也会匹配到你的心率 它会定时去测量你的心跳 在这个运动模式里面 里面也会有一个那个心率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模块 然后就是在那个普通版的小米手环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这个APP目前还不是很完善 在这个心率这个地方还没进行翻译还是中文的 在这个小米的APP里面 在设置多个语言之后 其实它的语音通知还是中文的 它显示的会多个语言 然后这是关于它的APP的两个地方的一个bug 一个就是这个心率这个地方翻译还不算完整 然后在它的那个语音通知里面 它还是一个中文的一个语音提醒 就是你在进入那个测试内的这个模式的时候 它就会后面的两个绿色的LED灯就会长闪 跟苹果的那个APP Watch是异曲通工的 但是它就会做了有点的 但是它就会做到一个这种感觉 但是它就会做到一个上语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